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股市大人 那台股今天呈现开低之后 慢慢震荡拉起来的一个走势 盘中曾经最多跌了154点 中场拉起来收跌68点 虽然说中场还是跌 但今天是收在盘室中的一个最高最高跌 因为今天开盘就跌 收盘是收在一个跌最少的位置 算是收在今天的盘中最高 那我在今天盘中文章我有提到说 虽然今天是开低 但很明显的 开低之后中小型的股票反而一堆资金涌进去 所以你看到指数表现好像不怎么样 但中小型的股票很明显的 那个热度一直上来 IP股 IC设计 IPC 网通生计股 所以一堆族群 那个热度比之前看起来要整齐强烈的多 所以我认为再来就是选股不选市 指数强量的一个因素 今天还是不到2000亿 所以以这个量 站稳计线会慢慢往半年线挺进 但是它速度不会快 或许搞不好指数就会晃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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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晃好久 所以到了中秋之后 我认为会更明显的变盘向上 那我最喜欢指数 你最好就是都不要动 中小型股 不同族群 轮流上涨 当指数一波到底 你能做的行情只有一波 但如果说指数是横向不动 但是可能比如说 这一波可能比如说涨IP 下一波涨IPC 下一波可能涨网通 下一波涨光纤 如果说有很多的轮动 可以一波一波的做 那你就可以赚很多钱 我最喜欢这种行情 就像股市大人 插完新法的第一条 开宗民意 我说一次要赚一倍本来就很难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但是如果说你一次赚三成 那三个三成就一倍 所以我最不喜欢就是说 一下子从比如说 一万一涨到一万三 一万五 一万七 一波到底大家一起涨 没有换股操作的空间 但最好行情你就横着走慢慢涨 然后中小型股活蹦乱跳 你就有非常多的股票 可以这边做一做 那边转一转 那边转完再换那一半 一档股票接着一档转 这是最好赚的行情 我认为现在就是在走这样的行情 双小型股的强度已经上来了 大家这一波要把握 那今天可以来说 昨天高点337 然后今天的高点来到343 中场收在340.5元 还在季线之下 等待季线的突破 但今天的收盘价 创了过去这两个多礼拜的 收盘价的新高点 旅季线350块钱 其实差这么一点点 大家差个3% 真心要过盘中 补个量就上去了 所以这边其实 就是在做一个量缩 等待攻击量的出现 等待一个表态量的出现 那昨天空单 再创4458张的新高 所以这也很好玩 那昨天我们先看成交量 缩下去 凹下去 只有1392张 但如果 你有一些APP的软体 其实你可以看到说 它每天当冲的比重 大概都超过65% 昨天好像到68 69%之类的 扣掉当冲 剩下来实际上买跟卖 不是当冲的数量 只剩416张 那这个量能少不少 我们回头去看 前一次的低量 在这边这10天 那10天如果你没有忘记的话 那时候就是20分钟的分满交易 因为不能现股当冲 不能融资 然后买股票也都要做现股 要现金 所以通常20分钟分满交易的时候量是最缩的 那那个时候 因为不能当冲 买股票也要提现金 想要让最少 都还有496张 496 但昨天的成交量是1392张 虽然比较多 但其实你扣掉现股当冲的 跟信用交易的当冲的 扣掉之后只有416张 所以我说这个已经是自习量的水准 完全自习量 那空单呢 天天创新高 这告诉我们什么 就是说你空单一直踹 一直踹 一直空 一直空 人家也不会被你吓到 所有的植骨稳在那边 不卖就是不卖 不管你空单怎么帅 怎么帅怎么帅 它就是下不去 而且还慢慢往上爬 慢慢跌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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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代表这筹码已经自习高度稳定 符合都已经清得干干净净 空单一路仰空 到4000多张 所以后面一旦启动行情 它会是双嘎的行情 什么叫双嘎 一个叫嘎空 4458张的空单 总共超过13亿多的市值 嘎起来力道会非常强 双嘎另外一嘎 就是嘎空手 因为现在投信仅有的持股 可能一两千张 外资持股有 也不多 而且很多可能都是本土的一些假外资 长线的外资我认为都有限 大部分的持股都在一些 长期看好的人的持股的手里面 就像比如说是我们或者一些大股东 所以本土法人几乎是零持股 自营商有 那是因为他发了很多权证 所以你每发权证 你就要建立相对应的避险部位 所以自营商最近都有在买 是因为他权证发很多 事实上代表本土法人的做操作基本面的投信 几乎是近乎零持股 所以一旦到时候行情真的启动 启动的重点还是在于就是说 什么时候签约 入账 第一个是说 确认后续的投片事宜 就是说你投片量产 代表明年起营收可能是三四亿 每个月营收三四亿一起跳 那那个营收是从三千万跳到三四亿的话 是十倍的一个成长 你不要说台股所有的类股 你说IC设计股或者IP股 谁的成长性那么大的没有第二强 所以只要确认签约入账 台积电那边启动开始投片量产 法人就会开始估算说 可能比如说交期给你抓个两个半月 可能在第三季末或者第四季陆续要交货 到明年整个营收报出来之后 如果每一个季度的营收超过十亿 那我认为离我所估计明年要赚 营收五十亿就不会太远 五十亿我认为看得到 那台湾本土的法人的操盘人 在看经济科就是都在等这一个投片的确认 一旦确认 这就是双嘎的行情 空单会被嘎上去 空手也会被迫进场 到时候就会非常精彩 那自习量其实代表转折向上时间 已经非常的接近 所以空单在这边 其实我认为要很有勇气 因为一来如果投片确认 光是这一个利多 我认为就足以让未来经济科 去挑战历史的新高 那后面人家早就跟法人说 新的案子陆续在谈 那也有可能在这一次一起迁进来 那那个是比较先进制程的 Edge Server跟车载IC 车载IC的部分 公司的讲法就是6奈米 所以6奈米当初 7奈米就说设计费要1亿美金 5奈米甚至是上看2亿美金 那6奈米居中 这会是一个非常大的案子 所以什么时候要看到签约路上 那我想时间已经近了 那志其量也出现了 转折向上时间已近 未来要迎接的是双嘎的行情 所以我的看法还是一样 就是乐观的期待 乐观的期待 那希望8月份可以看到好消息 然后爱因社一股普城 礼拜二涨4.8% 来到42块的一年的新高 昨天来到42块6 今天再来到42.9 虽然说目前每天都涨不多 但是每天都在推进一个新高的纪录 而且昨天投信扩大买差 一买就买1700多张 那你要去问说 为什么投信不去买 一路跌下来跌5成6成7成的设计 反而要去买 创了过去一年多的股价的新高的普通 从那过去的营收跟会来看的话 并不是非常理想 前面两个季度赚0.22 0.14 再往前推每一季都是赚什么 2毛 1毛 6 1毛 8 8分 7分 在过去其实都没有太赚钱 但是凭什么就是说 人家去年赚几十块的股价是腰涨 或者跌到剩三成 这个去年可能赚不到一块钱的股票 是股价创了一年以来的新高 那道理很简单 就是因为其实股价它反映的是未来 而不是过去 很多去年比如说Drive IC 可能赚2 30 30 40块的 今年下半年营收衰退 毛利率衰退 报价往下跌 从大赚一季大赚10块钱 变成亏损的可能都会出现 可能都会出现 所以股价打回原形是正常的 但去年表现普云平 为什么现在股价会大涨 就是因为他的车载IC的接单 他已经爆量 那因为以前生意不好 所以没有什么太多的库存的问题 那新的车载IC接单爆量 7月起投变大增100% 那预计大概9月中下旬 maybe开始交货 那完整反应就在第四季 那如果说出厂的IC的价格 假设我们设定它都差不多 那头片增100% 你出货就是增100% 假设单价差不多 那合理上来说 营收可能就要成长100% 所以第四季的营收挑战 翻倍是有机会的 那以这个基础来做推算 因为现在已经到了第三季了 你要算说今年赚多少 其实那已经不具意义 重点是就是说 第四季量产之后 那明年要赚多少 那明年可能就要赚超过3块钱 那如果说以成长型的设计股 而且车用的 你说设计股本来本预比就高 车用的又更高 所以平均如果抓个20倍本预比的话 就有六字头的实力 那以当初我们教育成员 买在上礼拜的大概38块 到今天42.9元 我已经赚了大概接近5块钱 然后如果说38到6字头 那可是就是有超过五六成的空间 所以我就说现在遍地是黄金 股票修正也修正完毕 资金开始回流一些重要型的股票 在下半年有最强的数字 最强的展望 最强题材的 未来 我们不要说什么五成一倍 只要在未来这两三个月 可以达到一个超过三成的一个涨幅 只要抓个三档三成 其实就是一倍 所以从现在到年底十一十二月份 我认为有很多机会 赚钱的机会 很多赚钱的股票 这边真的要好好把握 所以我们会带给大家 就是去把握一档又一档最强的金平股 那还是老话一句 就是说我们坚持买的都是金平股 都有最强的毛利率 淫益率或者净利率 就所谓的三率 最强的EPS 或者是最厉害的成长性 比如说IP股 下半年成长力道最强的 只要经济科确认 它的签约入涨 我相信它的数字上的成长 一定是打败所有的IP股 普成看起来也是 投片量从7月起增加一倍 所有IC设计股大部分都在清库存 消化库存 跌价 下半年营收大部分都是衰退 它是大成长 所以这个成长性非常的重要 或者有一个最高的市占率 所以它这些条件都具备了过程 那市场趋于稳定 股价就会标给你看 所以欢迎大家跟着我们一起操作 一档又一档的金平股 那先进广告回来再聊其他的股票 欢迎回到现场 那我昨天其实有提到一个重点 那在8月10号公布完7月份的营收 8月15号公布完上半年的财报数字之后 我说所有的本土的法人 都很认真在按计算机在算数 哪一些公司 它的财报的成长幅度是最大的 然后股价是低估的 那数字甚至是创新高的 所以所有的资金都会开始 往这些数字非常突出的 我所谓的金平股来做一个布局 因为本土法人的选股 其实就是这个逻辑就跟我一样 有数字的时候就买数字 没有数字的时候就买展望 扣公司看谁未来成长性最好 然后公告之后谁数字 相对的强 也会太弱换强 所以这一段时间资金就会开始 往所谓的三高股 或者三率成长 三率创新高的股票 那所以说我们最近 但我们交付成员买的是 三率三升的一些金平标股 礼拜三全力买进的这档股票 那今天早盘再涨3.78 创了183的波段的最高点 三率三升金平股 就是4536的拓凯 那尾盘收3块钱 195块半 不管是盘收最高跟收盘价 再创波段新高 这可以是盘中 盘面中呈现一个多头走势的最强适股票之一 那为什么这么强 这是有道理 因为第一季的获利是3块1 第二季来到7.9 7.88 就计增大幅度计增了150% 第一季赚3块1 第二季赚了7.88 接近7.9 大增了158 1.5倍 上半年呢 获利是11块钱 去年全年是9块1 全年9块1 所以今年上半年就赚得比去年9块1来得更多 不得了 超级大成长 那莫利率 我们看这边好 上一季是29.2% 这一季是40.54% 这也是创新高 盈益率呢 上一季14.98 大概15% 这一季是26.5 大概15到26 也创历史的新高 然后股票领域上没有的是净利率 也创新高 所以所有的数字 EPS三绿三升 不止三绿三升 毛利率 盈益率 净利率 全部都创历史新高之外 然后EPS也创单级新高 上半年获利也创新高 而且比去年 整年获利都高 而且你要知道说 一家毛利率高达45% 盈益率高达26%的公司 这是非常高的获利水准 因为他做的是 自行车用的碳纤维的相关的材料 零组件 这是技术含金量非常高的产业 台湾做摊纤维 然后生意做很大 做很好的公司并不多 这技术很高 所以利润很高 下半年又是自行车忘记 高单价的产品 持续的带动毛利率的提升 所以下半年的数字会更好 全年呢 我们保守一点 抓18到20 那我认为赚20块钱不是问题 因为上半年年19 下半年又是忘记 今年赚个20块钱不是问题 然后他是台湾少数 有最高技术的碳纤维的材料商 以这种产业 你说15到20%的本益比 其实我认为都是低估 所以今天你要赚20块钱的公司 现在股价值有17几 合理15倍的话 如果20块 就要看三字头 你也不要觉得奇怪 三字头还涨100多块 我认为有这个实力 因为其实我们以前在操作很多高价股的时候 其实一涨都是好几百块钱 那从数字上来看 它就是三绿三生的精明股 那这种股票就是本土法人最爱 所以看看过去这几天 前几天本来有一天买超158 在8月11号 隔两天小买40张 然后再隔一天买139张 到昨天大买405张 这个是170块的股票 大买405张 而且股价不是说在低档 还买这么多 它已经来到了过去一年半的一个相对的高档区 严格说起来 这上去其实没有压力 那很合理 因为三绿三生 不止三绿都成长 而且毛利率 引益率 金益率 EPS 所有数字全部都创历史的新高 合理上股价也要创新高 所以今年获利成长一倍 其实股价你说再翻个一倍很合理 而且多头时候 这种成长型中小型股最迷人的地方 就在于所谓的relating的行情 可能过去可能本益比被稍微低估 但当它展现出一个非常大的成长性的时候 它本益比可能就会随之调整 所以当获利成长一倍 如果本益比也增加一倍的时候 那就是股价可能就要翻个四倍 过去很多标股都是这个样子 那看起来拓凯就是这种三绿三生 本益比要relating的大标股 所以股价17X 未来我认为法人也开始买了 三字头 我认为未来是有机会看得到 所以这个也是一档 数字非常帮人其名 那另外也布局另外一档 三绿三生的金敏标股 昨天涨4.3% 今天盘通小涨2.5% 尾盘也收得不错 同样营业率 毛利率 营业率 净利率跟EPS 都创历史的新高 第二季的所有数字都创历史的新高 一模一样 那也刚拿下欧洲车厂五年的订单 车厂订单都是长单 下半年新产人也要投产 所以下半年强劲成长 而且它跟拓凯不一样 是拓凯来到相对的高档区 它股价在一个绝对的低档区 所以这个反弹的过程 三四%的空间 我认为是轻轻松松可得 所以这些股票都是 从现在到第四季 不可多得的数字上的金敏标股 一档一档布局 都是数字最好的股票 这些当然就是说一两百块比较贵 我都会帮交付成员做一个均衡的布局 有的便宜有的贵 做一个搭配的操作 让资金小的有便宜的 可以买资金比较多的 可以有高价股票可以操作 所以今天也布局一档低价 网通的标股5XXX 这也是一档全新的布局 盘中也创了一个进行的新稿 那接到日本电信公司 明年的一个大摊 全新的大摊 今年可能赚个大概一两块 一块多到两块 但是明年起跳 目前的了解就超过四块板 四块板 股价目前只有三十来块 所以合理来说 现在网通股一堆本益比 都已经大概十五二十倍以上 像那个字邦或者省准 今年给你赚个十来块钱 股价都两百多块去 那这个股价只有三十几块钱 而且股价已经来到了 二十年以来的新高 二十年每涨 这一波涨上来涨到三十几块 已经创了过去二十年的新高 明年获利要上看四块多 也要创二十几年以来的新高 上档其实没有压力 所以这种实质的大转机股 其实就是真正的标股 所以这都是非常棒的金平股 也都是非常棒的标股 所以欢迎大家一起来操作 要买的人 欢迎加入我的LINE的官方账号 搜寻小小鼠STARMASTER 加入之后 每天盘中十一点多 会有我解盘文章 加入的新朋友 只要留言正一 以及留下你的零用电话 就可以得到一档 虎年全新标股 这一档 地价网通 新标股 祝大家操作顺利 明天再见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不复当知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请供参考 投资人以独立判断 险险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